江國民主共和國的選舉在民眾無法投票的地區延長到星期二 無法投票的原因是發生暴力或選票並未有送達 在投票平穩又大致安時進行的地區 選舉官員已經開始點算選票 預計總統卡比拉會贏得連任 部分原因是新的選區制度並沒有缺選 這個就代表著獲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 不需要達到某個特定的選票比例就可以當選 在星期一投票當中出現的問題 包括各地都有選票遲到或根本沒有運到選票的情況 部分投票站還受到暴力事件影響 主要發生在南部城市盧本巴西 在當地武裝分子襲擊了一個運送選票的車隊 和一個設在貝爾·艾爾社區的投票站 江國官員說有一部犯人在暴力事件當中被殺 祝賞 以從任何選票 我們在乎於暴力事件當中被集中 我們在市民地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